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十二 法律 268 明昏未定 姚顺与汤 且皆家物而足之 明昏已定 贪道不取 今法令不明 其名不定 天下之人得益之 此所谓明昏不定也 福明昏不定 姚顺 游将 皆知而监之 而 况众人乎 故 圣人必 为法令 自观也 自立也 唯 天下师 所以定昏也 明昏定 则 大乍 真信 俱道 怨却 而各自治也 这条出自于建三十六 商君子定昏 明昏啊 就是所居地位的名地 和所应有应尽的职份 家务啊 是加倍 明啊 指明为职份 地呢 是评论是规 则啦 由言啊 往道 违背 歪曲正道也 那这个奸啊 这里恋同那个奸臣那个奸 同样的一个意思 是干犯扰乱的意思 官呢 是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政府机关担任公职的人 立 由地方政府任命 从事公务的人 诗 榜样 借鉴 诈 是狡猾 虚问 真信啊 是正直 诚实 济道 是大道 这个怨却是朴实 诚实的意思 这个怨是忠厚 谨慎 却啊 是诚实 忠厚 自制是自行管理或处理 那么这一条讲啊 事物当所居地位的名义 和所应有应尽的职份 还未确定时 姚舜与汤尚且都会努力 奔走去追逐他 名为职份已经确定后 就连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 现在法令制度不明确 其名为职份不确定 天下人就有理由去议论他 这就是所谓的名为职份不确定 凡是名为职份不确定的事物 姚舜还都将会违背正道而侵犯民婚 更何况是一般人呢 所以圣人必定要为法令设立官职 设置官立 作为天下人的榜样 目的就是为了要确定名为职份 名为职份确定了 监权之人可以变得正直 诚实 人民都谨慎忠诚 都能各自约束 管好自己 那么这一条也是 这个名为职份 这个法令所定的 这个各阶层的这个职份 确定 那么每个阶层啊 都能够自制 各自啊 管好自己职份内的事情 这个也是法令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